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唉,天災停不了 世界大糟糕 印度神童曾經說過 月接近12月10日就大災難 但是在這個之前我們發覺 地震舉災 嗯,急,病毒 病毒 哇,現在變成大混戰 慘了 真的停不了 印度神通又中 日本秘魯印尼 都大糟糕 再加上加拿大那邊 哇,最厲害的風暴 哇,真是 天災人禍停不了 病毒、細菌都一起來 不惹小 唉,怎麼辦 地球人就呱呱叫 沒錯 印度神童又報料 又報料 金鍋真的是 金鍋還是薯條 沒錯,真蘇還是假牙 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阿南德說了什麼 中了什麼 他曾經說到 預言 又會地震 又說 在九月到十一月 全球非常之嚴重 又說要提醒大家做好這個準備 加上 加上 明言 12月10日 全球 這個情況會加 其實還會說到三大危機 這三大危機 其中指名道性 說到是美國 直到2022年才會好轉 到五月 這件事 還未到 已經搞得很嚴重 第一件事 就說到 股市最近又跌了 跌穿了 港股在昨天已經跌穿了24,000這個關口 加上 秘魯地震 日本地震 印尼地震 我剛才提到的地方 再加上加拿大那邊 強烈風暴 現在怎麼辦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記得我 讓我聽說 我這幾天經常說 這裡是冤的那裡是冤的 又是地震 總之 救命 我身後做什麼 跟地球連線 所以說我是很敏感的 所以這幾天 加上那個病毒 這個變種病毒 令到全球嚴陣以待 嚴陣以待 因為再害怕 但是不知道爆到多少波 我也不知道爆到多少波 所以 現在真的大麻煩 說到昨天 因為昨天也是低開 跌穿了24,000這個關口 先說秘魯地震 秘魯發生了7.5級地震 在昨天發生了這個地震 至少12人受傷 但是沒有發出海嘯警報 當地多棟建築物受損 廣泛地區電力中斷 很難說 這個在當地時間 28日的凌晨 早上5點多發生 震源深度131公里 非常之 比較近 比較近海 即是海邊 不是海邊 不是海邊 是比較近 山區 應該是這樣 山區那邊 但是不近海邊 所以換句話說 沒有什麼海嘯 但是 哇 有200多間房屋受損 甚至乎被毀 有一座16世紀的天主教教堂 竟然因為受這個地震影響 倒下來了 現在也有些道路和基礎的設施 遭到破壞 很多地方停電 這個地震也挺大的影響 而去到日本那邊 就厲害了 日本也有地震 日本本州東南部海域 發生了6.6級地震 在日本氣象廳 就沒有發 海嘯預警 因為他們說 這個地震不會引起海嘯 那麼 日本氣象廳表示 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的9.8個字 這個震央位於日本本州東南面的海域 6.6級 6.6級 比上次更厲害 但是這次沒有海嘯 這次沒有海嘯 他之前說過台灣和日本有機會有大海嘯 我猜如果接下來 日本也好 台灣海那邊 早前不是經常震的 可能板塊移動 但是這樣說 他又吹到大海嘯 但是如果他現在震了震了 射了一些力 他沒事的 其實地震是不可怕的 你怕他不震 他不震不震 他整個死火山爆炸 你還搞得嚴重 突然之間彈出來 對 那些更嚴重 他現在射了一些力 他可能沒事也不行 不知道 我們會不會再尋釀其他東西出來 拆他的招牌 當然 拆他的招牌 我常常說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事 對 但是他有時候真的不幸而被嚴重 沒有辦法 我們也不想 講到加拿大這邊 已經在迎接最猛烈的風暴 有社區接到疏散令 那個在比斯省阿博斯福 日前竟然發生了災難性的洪水 令房子全部淹到差不多接近上頂 加拿大比斯省府周日表示 預計今天抵達第三場暴雨 有可能自本月中大氣河流 侵襲該省以來最猛烈的一次 嚴重了 該省的南部一些社區 已經頒布疏散令 有幾條高速公路已經關閉了 該省的公安廳廳長表示 這次歷史性的天氣 是因為氣候變化而加劇 它說到 他們現在處於 悲思省沿海地區最強烈的風暴之一 說到預計 雖然有些位置 天氣預測也有少許偏 未必一定準確 但是星期二 即接下來的風暴 可能說到 這個省10月15日 最猛烈的一次 他警告北部 中部和南部海岸 溫哥華島 阿博斯福和蘇馬斯草原 的人可能會面對極其動盪的局面 所以說 這個說話非常嚴峻 說到環境是很惡劣的 所以 他現在來 因為怕水浸 所以他們這個廳長 就要求 省民抱著一個最好的希望 做一個最壞打算 換句話說 就停不了了 真的 這條印度人神童 被他們這樣說話 又中了很多事情 印度人童 印度人童 說完那些大災難 天災 就說一下疫情 我們剛才說一下 魔王病毒 先說一下印尼那邊 說到有八成人口 已經 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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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 新冠 新冠病毒 造成群體免疫 這樣說 嘩 這樣沒事了 第一件事 這個說法 有人質疑 怎樣 質疑就是究竟要犧牲多少人命 有沒有呢 先做到這件事 因為你始終 你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當然他們抱著一個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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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針 有自己中招 有沒有打針的 其實 沒有 因為怎樣說 印尼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 已經轉趨 緩和了 每日新增的確診數字 由7月 四萬幾 五萬人 已經跌到幾百人 這樣說 嘩 真的沒事了 專家推出 在印尼 2.7億人口裡面 有八成 都已經 領了Delta變種病毒 八成 不是打針 今天是領病毒 形成了一個 免疫力 這件事 因為你中了一招 那個人沒事 喂喂喂 我發現現在世界 經常說兩大 中國說兩大 一是共存 一是清零 還有第三個方法 其實這件事 他不是叫共存 他這個叫做 說都知道他 這件事 這件事 又可以說到一件事 其實之前 美國 特朗普 特朗普 都是想走這一招 但是當然 被人說了 被人說了 沒錯 用廠袋時間出來發聲 沒錯 那我們的針 接著 我們大家 鏡頭一轉 來印尼這邊 看一看 他們走這一套 而這一套 他們的確 真的很多人領 反觀說 這些叫做高疫苗 覆蓋率的人口 只有568萬 新加坡 每天確診的數字 依然有幾千人 這樣說 現在 說到其實 印尼國民 超過八成 領了這個Delta病毒之後 死亡率高不高 他沒有說過死亡率 反而 就說到 純粹 因為這些人 純粹 送頭 全部送頭樓 有他送 送得多少 得多少 自然又沒事 靠這些人海戰術 這樣踏平回來 這一招 你覺得 合不合 就見人見智 總會犧牲人 不是啊 其實真的當作是傷風感冒 他真的 可能 現在就是傷風感冒 就是這樣 因為 其實他們在大馬 有個流行學家這樣說 因為 其實有些人 有50% 感染這些病例 都是沒有病徵的 一半 換句話 連傷風咳感冒都沒有 就是 你自己掛了這個病毒 都不知道 的情況下 就好了 有免疫 所以我不是說 香港為什麼這麼多輸出 別人不相信你 香港輸出 因為香港沒有病徵 那你沒有病徵看什麼醫生 你不是天天驗的 是啊 這個是世界的宏觀 你要看是這樣的 換句話說 可能你是原來 中了之後 好了 然後 有免疫力 都不出奇 所以說 為什麼你要 我不明白這個世界 為什麼要這麼害怕 當然可能之前有些死亡是很恐怖的 但是你說 混蛋變種 變種越變越弱 是 你說 是不是真的 當年沙斯完全沒有了 我不相信 沒錯 會不會是變種驗不到 不知道 所以有些事情 有些是誇大 有些可能是 這件事情 他又沒有誇大 那麼多人中 但是 很多人不會拿出來說 哇 因為他走這一套 他就要求 就要求更快 那些人中完 好起來 然後自我免疫力 這件事好像 自我搞定 不用靠我來來 你覺得又如何呢 這件事 我看每個人都不同 至於 說起針藥 在泰國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個泰國阿婆 打完這些針之後 有個奇怪副作用 這個好笑 厲害 有時候 就不信邪 竟然 這支針藥 除了幫你防肺炎之外 有個泰國老婆婆 85歲的阿婆 患有糖尿病 高血壓 高脂肪 竟然敢打這支針 因為 說到她的病 已經睡了一張床 三年 走不了 誰知道 近來她打了一支 叫阿斯利康的疫苗 之後 竟然 說到四肢突然回來了 有力 還要下床 走到 令到家人和醫護人員 都十分驚訝 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是啊 這些 說到很奇怪 為何會突然四肢有力 打通那些奇傾 是不是那支針 打到穴位 打到穴位 讓它通回 她說 其實她打完第一針 這支是阿斯利康 想不到第二天之後 突然間 有氣有力 感覺到 而且 腳 原先感覺到 那些痛楚已經消失了 所以更厲害 生兒子 阿婆 還要飛 還要跑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件事 全片在泰國 當地醫院 醫院 那些人馬上派人去看 甚麼事 究竟這麼厲害 為何可言打穴位 好似刺激到 激活了她 X-Man 看來的器官 自己翻生 即是再生激活 長生不老 說到這麼厲害 黑髮 所以有時候 究竟這些事 都不知道 這樣擠了甚麼 都不知道是否 可能是因人而異 玩大一點 在水底可以透氣 嘩 這樣就厲害了 甚至是X-Man 很多事情都被抓走了 再說一下 說到疫情這麼厲害 現在先看看藥廠 瑞輝和莫德納那邊 揮瑞還是瑞輝 揮瑞 揮瑞 就會想著公佈 八日大計 究竟是甚麼八日大計 他們正在研究 最新型的冠狀病毒疫苗 在防疫苗 變種病毒 Omocrom 說到現在 這疫苗是很厲害的 他們預計 一百日內 可以研究到這疫苗 換句話說 又有新的 即是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玩法 但問題就是 這件事可以考慮一下 怎樣 印尼有80%的人 幾乎有自我免疫力 可以防止Delta病毒 是 那能否防止這個新病毒 自我免疫力 不知道 又是一個問題 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雙風感冒 你本身雙風感冒一次 痊癒 你家人感染了 那你在家裡 你沒事 你先痊癒 好了 第二年有第二年的流感 沒錯 你會再中 因為牠變了種 是 但問題就是 牠的症不重 不死人就有 他 意思是這樣 他們是這樣 沒錯 但你說 為何人會這麼害怕 恐懼 又魔王 我不是說曼德拉效應 不是我跟你中了曼德拉 是國家的領導 中了曼德拉效應 是不是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說到 你全球都是這樣 是 你說到現在是那種憂慮 不是說我們市民人民的憂慮 是 純粹是各國的官員憂慮 很奇怪 這件事 那種奇怪度就是 你同學 大家都不明白 你看印尼那邊 有他吧 打什麼針 不是啊 印尼也不打針 但是新加坡也打針 是的 都是那種叫做 叫做共存 但現在印尼 直接是有共存 又不打針 你以為他本屁 怎知道他八成人口有免疫 他印尼就是 我不說 我都不提這件事 他當作是黑癡 難聽這麼說 既然死亡率不是這麼高的時候 或者叫做 患病的人 那個叫做 病症 不是說走不了 要點地等等 這些那麼嚴重 你純粹 可能就是傷風咳 腰痛 這些輕微症狀 過了兩三天 就像你感冒一樣 會痊癒的時候 引尼那邊就有了 隨便吧 反正都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這麼多錢 投放了這麼多資源 在這裡 反正他自己這樣說 他自己這樣覺得 我覺得 這個世界的宏觀策略 真是個個不同 現在我們看看其他的策略 真是道道不同 說到英國都已經全面升級了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和葡萄牙出現這些本土病例 令他們的防疫策略都搖升級 說到 其實不夠一個星期 這個新型變種病毒 Omicron 在歐洲、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香港、以色列、荷蘭、葡萄牙、蘇格蘭、英格蘭、瑞士等等 都出現了 英國和葡萄牙都會出現 已經出現了這個社區個案 所以 當地的政府 吸納了這個Delta的教訓 現在說到 全部不敢調以輕心 還會果斷實行封關 而我們 大陸那邊 就說到 這個叫做 新冠變種病毒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 大陸一向都沒有變的 無論你什麼 告訴你什麼 去到哪裡 Echo也好 Charlie也好 什麼鬼也好 他都行那一套 風 不讓你到外面入 先做好自己入面 你們那些 西藩國家就不是的 一件好一點就解封 然後一有事上來 就封 即是又開又盒 又彈出又彈入 我經常說 香港那邊 一想通關 就有些新的出來 即是說氣泡的兩個字 很敏感 不知為何 一真的觸動 好像有一點有味道 有些安靜的日子 你就先等一會 不要太急 不是 你看澳門 澳門通關 然後 淪陷了 水貨客 你現在上水的居民 不是嗎 是居水上 心心 即是 有人覺得 不是我做生意 你為什麼這樣說話 不是 有時候你無謂必 明明這個環境OK的 不是 你做生意應該在這兩年來 應該差不多了 是的 也是時候休息一休息 即是如果你捱得到 在這兩年來 做生意 不是說你等別人來光顧你 你的腦子要轉 這個不行 你就轉另一個 怎麼轉型 是很重要的 只是說手字 手葉 不是的 你轉型 窮則變變則通 是的 所以 周圍現在 都開始互相封關 包括香港也有 當然 香港也是封了 澳洲加拿大那些地方 列為高風險地區 不是香港居民 都不讓他入境 好了 我們再看看 究竟 嘩 有些運動 運動又說到 原來 變種超級病毒 搞到 浦超要腰斬賽事 這麼厲害 其中一隊叫做比蘭倫斯 有十三個人 確診這個變種病毒 有一個球員 曾經去過南非 所以 浦超腰斬了 嘩 竟然球員也中了招 葡萄牙衛生當局表示 浦超球會 比蘭倫斯 出現集體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 其中一名球員 近期因為去過南非 懷疑他回到國家之後 再將病毒傳染給其他球員 可能說到 是非洲南部以外地區 首單 變種病毒的社區感染 嘩 非常之厲害 馬上不能踢 因為當地賽會 不讓他改旗 迫著 那些球隊派九個上陣 真可憐 這樣也行嗎 唉 真的 會不會怕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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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也是 想不到球員也是 應該球員會好一點 好一點的 你學會說 只是施朗那些都沒事 是 是 我們看看 英國 英國就有事 美國那邊又怎樣呢 拜登出來說話 說什麼 他真是厲害了 很聰明 美國不會因為這隻 Omicron的進一步 限制 旅遊 以及關閉經濟 簡單來說 我們不歡迎他來 任由他 走這一套 真是這個 老人家有些了道 有了道 美國總統拜登 告誡民眾 不要對這隻 新型變種病毒感到恐慌 他東出人民 快點去打針吧 就是這樣而已 純粹講到這件事 他說這隻病毒是令人關注的 但是不用怕 拜登聽取 公共衛生顧問回報之後 在白宮發表這個講話 他說 政府暫時沒有必要 調整新冠疫苗的配方 但是他們和其他藥廠 正在合作研究應急計劃 他表示 在12月2日 會發佈 對冬季疫情的新策略 但是不會進一步 關閉經濟的活動 或者封鎖的措施 咦? 唉... 特別一點 拜登 歐洲的盟友 所謂的盟友 全部下閘都下不及 中國都害怕 你啊 歐洲說 歡迎 你來吧 因為經濟 現在要刺激經濟 經濟先 當然的 我覺得他沒錯 你可以看到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 印尼也沒事了 那他用什麼害怕呢 但是 究竟是否真的合作呢 人們會不會聽你這樣說呢 即是覺得 拜登你這次做得好 爭取到民心 這件事又要看了 因為 印度神銅點名 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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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美國 美國亂都糟糕了 說到12月10日之後會很嚴重 美國是其中一員 這件事就關乎 真的看12月 如果 這隻病毒 我覺得相關 真的 有事起上來的時候 那 嘩 拜登會不會難辭其咎 這件事 他不會咎 他怎會覺得 他怎會覺得 什麼 可能是落馬的 這件事 你不是嗎 說笑嗎 如果搞到立立亂的時候 人無恥變無敵 他無恥而已 但是沒有他 他說他無恥就可以了 說到 到時候 那些 立立亂的 你現在美國那邊已經立立亂 我們經常都說到 他那邊 那些打家劫石 這鬼厲害 那不是開玩笑的 他竟然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 就是拭目以待 說一下吧 俄羅斯 好像沒什麼聽他的聲音 現在原來俄羅斯 跟習大大在聊天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俄羅斯 跟中國 建立更加緊密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 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跟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昨天分別向第三屆 中俄能源商務論壇 自何持 他們說到 中國願意跟俄羅斯 一起建立這麼緊密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維護能源的安全 以及應對全球氣候的變化挑戰 習近平說到 能源合作是兩個國家的實務合作 重要方向 其實這兩邊能源合作 顯著的成績 令到中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助 和夥伴關係 非常大的發展潛力 普京也提到 兩邊都合作得非常好 希望兩邊的企業能夠加強對接 其實也是 之前說到 中國 內地 需要能源去幫 即是不夠煤 不夠天然氣 俄羅斯那邊都幫忙 兄弟 他們是朋友 現在 再合作一下 這兩個 對呀 說實話 最近普京沒有什麼出聲 連疫情也很少說到 我記得之前俄羅斯玩瘋 也是玩瘋的 究竟是不是沒有什麼事 這件事我們都覺得 都要看看 再說一件事 這件事很可笑 中方之前應該不是說 五眼聯盟想著抵制北京東澳 是 搞笑 現在北京出來說說話 說什麼說話 說其實從來 不是說你們官方來不來的 不是你們外國的官方來不來的 是東道主邀請你來的 我們沒有邀請你 你是不用來的 有型 有型 懂事 很花生 懂事 懂事 沒錯 這個是公關問題 嗯 他本身你去面子 不要緊 不是你說來 是我有沒有邀請你來 現在我不邀請你 是啊 他又說得 是不是呢 沒錯 不是說專身親中 這個是公關上的力量 這些所謂的戰狼外交 又可以看得到 有了度 即是你們要玩東西 你們在國家與國家之間 有時候我們來看看那些博弈 有時候 陪你玩 你要玩東西 我不怕的 那你既然說到這麼高調 你們說你們不想來 甚至乎立陶宛你們有這麼囂張 說不派外國使節過來 玩這件事 行 好 那我找個論述給你 其實不是你說不理的 我給你來才可以來 有些人 就會把主和客的東西 調轉了 中國告訴你 你不要我們主場 我作主 你作主嗎 這樣就看得到 真是厲害了 所以那些戰狼外交 是有些了度 有時有 一時是 有時是 有時厲害 是靈是不靈 是啊 突然間這個位置這麼聰明 是啊 突然間聰明 真的有些了 要贊 不是厲害就要贊 當然 那時候就要說 好啦 今天謝謝OK仔 好精彩 非常之好 你今天早修 恭喜你 好那馬上搞定 我們下一節 窮飛龍 嗚